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有條件的限制 而且在法院在做衡量的時候 他確實可能因為主客官條件的改變 而會有改變 那時候郭忠亮出去對不對 那這次他事業要考察搞不好 我們你看就是當初 剛舉到2008年的時候 7月份的時候 那個時候吳淑貞推著輪椅都兩度要闖關 都要堅持他要辦護照 他要出去 那高志鵬都來出來講說 為什麼要限制他的出境 做輪椅的位置為什麼要限制出境 不合理 更何況在整個扁岸 在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 估重量回回來 做污點證人的時候 那時候估重量也曾經一度出去啊 那他說他不是限制出境嗎 怎麼可以放他出去呢 但是特徵組就有把握 但是覺得說我跟他談好條件 那就出去了 所以不一定 我們不要覺得說 限制出境就不可以出去 不是的 限制出境其實是 是你檢調單位跟 跟就是說一個被告 潛在的一個刑事被告之間 又很微妙的心理互動 高雄是不是台灣司法的後門 我不知道 但是你想說過去 余政縣那種髒掉 也是在高雄要上上飛機的時候 內政保重是怎麼在高雄要出境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不敢講啦 但是眼前 貶家的聲音會越來越大 因為陳志忠參選成功第一高票 你看連帶鼓舞了多少人的第二代 現在紛紛傳出第二代要從政 誰是始作勇者 當然是貶家嘛 看到就即使陳水扁坐牢 人家一樣第一高的高票 所以其實民進黨的文化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化 過去呢怪人家山頭 怪人家世襲 怪人家權貴 當自己的第二代呢 被鼓勵出來的時候 這些都不會有人談了 所以你會越來聽到 越多有關於他們第二代 包括陳水扁啦 包括陳水扁啦 包括陳最中化等等這方面的訊息 胡大哥 那現在人家是施議員 人家是一個團出去啊 當初武哲演是這樣 就出去了啊 郭忠祐也出去過啊 那現在不是在傳嗎 可能美西多少錢 這是行程查了一下 七天全部都在美西 我還是很佩服施誠霄 我們談陳志忠在談妮口 談日本核災 談櫻花妹 但是我跟你講 陳志忠到美國去 最嚴重的是 他就會跟黃黃燕被竄共 我希望我們目前正在談 台美之間的司法管轄權 司法不會趕快做 拜託義方兄加強監督一下 因為黃黃燕要回來 必須靠司法管轄權成立 黃黃燕就是說 還有比陳時更高的道德叫欺騙 叫詐取 就是這回事 我是2004年11月 第一次在李彥秋主持的新聞業總會 提出貶加在海外資產 那是沒有人相信的 我還被檢察官起訴 當然司法判我無罪 目前 我不要講具體 具體人家又質疑我了 我的確知道 陳嘉在日本美國有龐大資產 這都是天文數字 陳以免進度天文數字 這海外資產還沒有查回來 我們怎麼可以懈戴呢 怎麼可以特色陳水美呢 怎麼可以讓陳時中 到海外去跟黃黃燕串共呢 這問題留給司法部門去思考 好 所以我們今天追到一個獨家新聞 我們會實際好好再觀察 我們現在機器官場 第二小時的新台灣新冠大大